今天炸一锅丸子吃 金黄香软 光是看看口水就快流出来了 做法也特别简单 猪肉馅和老豆腐各一磅 葱姜剁碎 加入约100毫升凉水 把葱姜末泡上 把香味泡到水里 再用这个水拌丸子馅 炸出来的丸子又香又水嫩 下面把豆腐压碎 丸子里加豆腐 一个是为了吃到豆腐的香味 再一个掺了豆腐的丸子 炸出来特别蓬松柔软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接着来拌肉馅 我是把葱姜末和葱姜水一起放在肉里搅拌 泡过水的姜末也不会辣 加了葱绿的丸子更好看 分几次加入葱姜水 每次都搅拌到水分被肉馅完全吸收 最后一次搅着已经能感觉出来肉馅的粘性了 再多搅一会儿 搅成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适量盐和胡椒粉 搅拌均匀 这个盐可以适当多加点 因为后面再加豆腐的时候就不用放盐了 再来一个鸡蛋 增加馅的粘性 搅匀后放入豆腐 再接着顺一个方向使劲搅 搅匀后加入两汤匙粉芡 在顺着原来的方向把它搅匀 搅到看不见干粉就可以了 找一个深点的锅加入适量油 大火加热 烧到筷子放进去能看到冒泡 用一个不锈钢勺子沾点水 把丸子馅儿挖成一个一个的圆球 放进油锅 用筷子划拉一下 以免粘连 等炸锅里装满丸子 转中火炸一会儿 把炸成金黄色的丸子捞出来 因为丸子是一个一个放进油锅的 炸的时间都不同 所以往外捞的时候也要挑着捞 保证每一个丸子都炸透炸熟 先控控油 这个丸子可以一次多炸点放在冰箱里 做汤配菜都好吃 闻着香喷喷的忍不住要尝一个 豆腐肉丸子 好吃 又软又香的 这别适合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